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 他们的故事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节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高雄圣徒队 高雄圣徒队呢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介绍过了 他们是台湾的一支职业篮球队伍 然后加入的是ABL 就是在东南亚国家 目前六个国家 他们所举办的一个联赛 也一个联赛是在要到各地去 也就是高雄圣徒队 大本营是在台湾高雄 他们做客的时候就要到 比如说越南啊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去征战 那在这一节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两位高雄圣徒队的球员 来到现场 首先介绍的是黄亚中选手 亚中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洛俊泉选手 俊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这两位选手是 这个也几乎是刚出炉的啦 高雄圣徒队是今年2016年7月才成军的 那一成军之后当然就是要招募选手啦 那有我们台湾本土的选手 有华裔的选手 还有洋将 还有洋将 那来到现场这两位呢 这个真的要好好地问一下了 亚中是知道可以加入到这个高雄圣徒队 而且它是一个professional职业篮球队 当时的心情到底是如何 我觉得非常地开心 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就是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以到国外去跟国外的球员一起打球 对我来说是千代难逢的机会 所以是可以 因为一般的球员 就算打SBL 也不一定能够跟国外的球员一起比嘛 对啊 所以很幸运 对啊 觉得自己很幸运 俊全呢 俊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自己入选之后 当下的心情 第一时间是真的是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努力了那么久 终于有办法就是 就是达到职业这个舞台 然后又跟外国人交集 这样真的是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对啊 有一个圆梦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哇这个上到了孟城的一个殿堂 但是路选了之后 未来的路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着你们 相信你们应该也是有心理准备啦 不过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就是 高雄圣徒队 当然有一些球员也都蛮陌生的 我们热情运动文节目的之前 也为大家介绍了这支队伍 那怎么会想要去那边做测试 从哪里得到的讯息 一开始是朋友就是转贴他的一些就是公开测试的这一个讯息在他的脸书上面 那我看到以后就询问了一些朋友以后他们跟我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如果想要追逐你的梦想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所以我就想了一想挣扎一阵子以后就决定报名了这样 是喔 雅中的故事呢待会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吧 他今年已经35岁了 对不对 我还是追逐梦想 这个精神令人佩服啦 那俊全呢也是从谁告诉你说 那边有一个可以测试的方式这个机会 一开始可能就是从网路上得到消息 然后因为对这个球队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去问了老师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这个球队是怎么一个营作方式 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台湾的最高电堂没有办法到达 那我就转换个平台看看 因为这也算是职业队 然后就来这边试试看看这样 是 对因为高中圣徒队的总经理 周总经理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 其实高中圣徒队 它是把自己先设定为一个发展联盟 对不对 一个发展联盟的方式 希望能够提供很多可能没有办法 而直接上到SBL的球员 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那藉由高中圣徒队的磨练之后 其实总经理是希望能够 他们可以整个球员可以更上一层楼 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那在测试之前呢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球队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很正派啊 你对他来的球员 那你了解了多少 一开始 因为就是从网路上的知识这个消息 所以其实有稍微做一点功课 那那个功课大概可以了解到的就是 里面已经有一些外国人 外国选手是一些 蛮知名的一些外国选手已经加入了 所以在去测试之前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可能如果最后有机会录取的话 是要跟外国人一起 大家一起当队友好好训练 对 那那个俊权呢 对于总教练呢 有接触了吗 Treston Lawrence 一开始本来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教练到底是什么的 然后去到测试会当天才 透过测试的时候才发现 总教练他是什么来头 所以回去又做一下工作就无聊 我要从他身上得到一点东西 对 自己先设定好目标 而且他其实很年轻 才27岁而已 精力充沛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训练师 对 训练过CP3 Chris Paul Lavon James等等的一些球员 不过这个测试会 就要问问两位啦 真正去闯过测试会 到底测试会内容是什么 在我们选手里面想的是 就是测测体能 然后可能测测投篮 然后就打打全场这样就没了 然后去到测试会才发现 不是 根本是就是练球 就直接来了 就直接上阵了 就直接练 就看你行不行这样 然后再做对抗 然后又到南部 那天气是一种压力 那你觉得测试会的表现 因为你们都已经选上了 应该很满意吧 在测试的时候其实 不敢说太满意啦 因为就觉得说 就一定要全力以赴这样下去练 不敢说太满意 等于选上了才说 满意我满意 所以测试会的内容反而是 不像我们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子 对 直接下去练球 应该说本来的测试想法 在来之前可能会想说 可能是一些就是 完全就是测速度啊 测投篮啊 或是测一些 就是可能像一般 考体育学校的一些的测试的方式 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 大部分都是直接开始组队打 或是分队测试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 运球投篮的训练 但是那个强度是 远比我们想像的都高的 对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是 很有挑战性的 不過两位通过测试会 选上高崇社区队的正式球员了 那我刚刚展员有提到过就是 高崇社区队他们正宗的球员组成 除了我们台湾本土球员之外 也有华裔球员 也有洋匠 他在测试会 甚至到测试会之后 这段期间 你们跟一些 华裔球员洋匠的一些交流 亚中队会谈一下 就是有 有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对抗性嘛 就是他们的对抗性 因为他们身材比较好 比较壮 所以他们在碰撞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 在 台湾打球比较多是一些小组的搭配 但是遇到一些 像外籍球员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想要做的是 更多的单打动作 想要跟对方去试试看 自己的能耐到哪里这样 所以 我觉得测试会碰到外国人 是一个很新鲜而且很有趣的一个感觉 嗯哼 对啊 那这个经过了测试会 然后也见识到了一些 外国球员 华裔球员等等 那接下来我相信你们自己心里面 一定还是会有想说 我一定要再继续加强 一定要继续加强 因为比赛在11月底嘛 对不对 2016年的11月底 就要正式开始了耶 你觉得你还要再加强的地方哪些 应该是先变状吧 因为就是毕竟去国外 可能跟外籍球员打的时候 身体的对抗性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性那些 当然会持续加强 但是肌肉就是对抗性这件事情 是首要就是之物这样 那那个你看7月程序 你测试会是几月 9月24日 9月底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10月中 那这段期间你自己有怎么练状呢 拼命先把肌肉长出来还是 对啊还有就是天天去健身房 加上晚上去跑步 哇就是很密集的开始要备战 抱一下佛脚 真的很密集的备战 因为肌肉也不是说一天 隔天吃个菠菜 你就会这样帮你选手 对 长出来的 哇我真的是也很辛苦啦 这一段期间 俊全人觉得自己还要加强的地方在哪 不能通通通速度过啊 对啊 我觉得自己要加强就是速度的掌控 快跟慢的节奏 然后还有外线的稳定度 因为我们一定进不了里面 我这个身材一定进不了进去了 然后还有传球的视野吧 然后我觉得身体对抗应该蛮重要的 可是 叫我跟外国人手硬碰是真的不可能 可是要有一点点能耐 你不能说一碰就飞走 就要有一点能耐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加强一点 是 那你自己的这个外线呢 你现在 因为我们都有大 可能有些观众都有听过 什么有球员一天要投进 100颗200颗 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这一点喔 如果我的外线如果要再加强一点 就可能要跟着亚中一起练了 因为亚中的外线真的是很可以的 那亚中你是怎么练 其实 虽然有人说天分是有啦 不过包括了这个Steven Curry 他也是用练出来的啊 嗯 我觉得就是 保持一个很开阔的心胸 然后常常去 也许公园找人家竞技 那在 比赛中 然后想办法把球投进 比自己练球其实是更有效率的 嗯哼 对因为大部分人练投篮可能会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但是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投篮 但是我觉得 如果要把投篮练好 当然势必是要模拟比赛的情况 所以应该是要在有人防守的情况下还努力 但是那种努力不是 就是 像是自干或者什么 而是自己真的能找出一个空档 然后把球好好投进 对对 亚中的观念就是非常正确啦 因为你知道那个 咖喱小子一出来之后 有些人就觉得 欸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在三分线之后 五大步就出手 我也可以 就一直让头 对 头不尽 对对对 但其实你要这样出手也可以 但是你也有没有人家的准度 对对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呢 请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咯 待会呢 要跟两位来宾 好好来聊聊 他们在整个篮球路上的一些背景 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跟挫折 而且如何的克服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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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